妥博 你醒了 应该没事了 今天就能出院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发烧了 你男朋友在这里守了你一夜 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 着急走了 这是他给你买早饭 你休息好了 十一点前离开就行 谢谢你 男朋友 陈宇 怎么了 一大早就把我们叫过来 昨天 洛丽让夏晓宁去给立总送文件 对 你知道吗 洛丽 我不是让你送去给立总吗 不好意思啊 郝总 顾总 我昨天是打算自己去的 但是临时 刘总也打电话 让我过去对接一下版权问题 我走不开 就叫了晓宁去 以后不准再这么自作主张了 我知道了 郝总 那夏晓宁为什么会被关在工厂呢 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顾总 好像是说 当时的管的人员不知道里面有人 那立总呢 你能联系得上立总 为什么夏晓宁联系不少 洛丽 这个事情 你要找立总好好问个清楚 对不起 郝总 我昨天 以后这种不守时的人 终止全部合作 行了 没你事了 出去吧 站住 你知道昨天夏多大雨吗 因为你的疏忽造成了其他员工的伤害 你负得了责任吗 对不起 郝总 我下次一定不会了 文件平时都是用快递的 对吗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 需要亲自去送 陈宇 这个事情不怪洛丽 是我 是我觉得那份文件比较重要 想着送过去 什么时候我的助理 变成全公司的助理了 另外 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 恐怕其他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 哥 郭总 雁人姐 夕远 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找你哥是吗 那你们先谈 洛丽 我们先出去了 洛丽我肯定会好好教育她的 放心吧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啊 哥 说吧 又惹什么麻烦了 郝总 新顾的 你给我出来 这位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跟你说得着吗 让姓顾的出来 我方言的感情也敢耍 我知道你在里面 是男人的话 你就给我叔叔来说清楚 您先别激动 方小姐是吧 顾总她真的在忙 您现在就算进去了 也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 不如这样好不好 您先到我办公室做会儿 等顾总忙完了再来跟您谈 好吗 方小姐 请 我们出去聊一下 小宁 我们出去聊一下 走